鬼谷子算出韩信会自责寿命四十年,韩信斥其胡说八道,后果真应验。点个订阅不迷路,见时欲尽为您申巴历史冷知识。 公元前一百九十六年,韩信刚踏进长乐宫,突然,十几名宫女一拥而上,一起将锋利的竹签刺向了她的心窝,韩信躲闪不及,顿时血流如柱,弃绝身亡。 临终前,韩信愤愤不平,我真后悔不用宽通的计谋,如今反被个女人所杀,这难道不是天意吗? 临统是韩信手下的一个谋士,在韩信围棋王时,临统曾劝他离开汉王,另立门户。 与刘邦,项羽三分天下,当时韩信手握重兵,战紧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向城市一如反掌,但他感念刘邦的知语之恩,迟迟下不了决心,不肯背弃刘邦。 当刘邦得知这件事后,顿时几倍发凉,若韩信真听从了宽通的建议,那就没有他如今的大汉王朝了。 早年的韩信就是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,整天腰间挂把宝剑到处晃,有人劝他找个正儿八经的工作,可韩信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 不久,他的母亲去世了,肾无分文的韩信只能草草将母亲葬了,然后过上了蹭吃蹭吃的日子。 刚开始,大家见韩信可怜,都愿意施舍给他一点饭菜,可时间久了,大家都有了意见,也就对韩信开始冷嘲热讽起来。 韩信一气之下,就打算以钓鱼为生,可是,谈何容易? 眼看韩信饿得快要晕倒了,一位在河边瓢洗衣服的老大娘,就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了韩信吃,一连几十天都是如此。 韩信当即就表示,以后要重重答谢老大娘,可老大娘却生气地说,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,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,哪里是奢望你日后报答,韩信听了这话。 立即羞红了脸,然而,这还不是韩信遇到的最惨的一件事。 一天,韩信在街上闲逛时,突然被一个屠户挡住了去路,我看你虽然天天带着剑,却不过是个胆小鬼,这样吧,你要是不怕死,就一剑刺死我,如果怕死,就从我胯下钻过去。 众人文言哈哈大笑,都在看韩信的笑话,韩信健壮,也不与人争执,只是旁若无人地趴在地上,从屠户的胯下爬得过去。 这下,大家都以为韩信是个不学无术,好吃懒做的胆小鬼,谁也不知道他其实精通兵法,是个胸有大志的军事奇才。 陈胜,吴广起义后,韩信见时机已到,就先后投奔了项梁,项羽疏直,可韩信数次献祭,都没有受到重用,韩信一怒之下,就转投了汉中王刘邦。 可惜,刘邦刚开始也没发现,韩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,只封了他一个管梁式的小官,韩信气不过,便趁着月夜逃走了。 肖和得知此事后,来不及回禀刘邦,立即骑上马,就追了出去。 一天后,肖和终于追回韩信,并在刘邦面前极力推荐他,像韩信这样的人才,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。 大王如果只想做汉中王,当然用不上他,但如果想争夺天下,韩信一定能助大王以臂之力。 刘邦听了肖和的建议,立即登坛败将,准备重用韩信,韩信从一个管仓库的小吏,一跃成为了军中二把手。 这等际遇,别人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。 为了报答刘邦,韩信身军阀,称秦至,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还定三秦,助刘邦夺回了汉中之地,之后还创造了贝水一战,暗度陈仓,十面埋伏等十分经典的军事案例。 一次,刘邦请教韩信,说,你看我能带多少兵吗? 韩信回答说,十万,差不多了。 接着,刘邦又问,那你能带多少兵吗? 韩信脱口而出,我妈,当然多多一善了。 从史诗来看,韩信这话,一点也不吹牛,刘邦战项羽,十战九败,韩信战项羽,一战必胜。 就连刘邦自己都说,连百万之众,功必克,战必胜,无不如韩信,从楚汉争霸的态势来看。 韩信归汉则汉胜,归楚则处胜,他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整个战局,乃至天下的大事。 难怪后人会称他为兵仙,一千年后,司马光也忍不住感慨,刘邦之所以能得到天下。 有一大半都是韩信的功劳啊,可韩信的风光日子过了没几年,就被牵扯进一桩谋反案中,谋反,在古代,是十恶不赦的大罪,韩信自烫入这趟浑水开始,就注定无法善终了。 公元前一百九十七年,戴国国相陈希,自立为戴王,正式举兵叛乱。 刘邦决定御驾亲征,临行前,刘邦亲自点将,让韩信也带一对兵马前去评判。 当时,韩信已被夺了兵权,贬为怀音侯,被软禁在京城。 不知韩信当时还处在怄气,还是真的想火中取力,趁乱举世,最终韩信已身体不适为友。 拒绝了刘邦的任命,不久,坐镇京城的吕后,就收到了韩信一位家丁的密报。 韩信想要与陈希里应外合,共同造反。 他们的计划是先缴诏,放了京城里的罪犯和奴仆,然后攻入宫门,拿下皇后和太子。 吕后心中大惊,立即召消和入宫,商量对策。 最后二人商定,为了防止韩信的亲信作乱,得先把韩信召入宫中,再做定夺。 为了假戏真作,萧和还亲自前往怀音侯府,猛夸陛下英明神武,出兵不足一个月,就平定叛乱回朝了。 见韩信已信了三分,萧和接着又盛情邀请他出席庆功会。 不去就是不给萧和面子,不给皇帝陛下面子,话都说到这份上了,韩信失去也得去,不去也得去。 结果,这一去,韩信再也没回来,一代兵仙就此定格在三十五岁,关于韩信的死,历史上还有个传说。 吕后在杀韩信时,为了不违背刘邦立下的承诺,特意蒙住他的双眼,将他倒挂在童中内,令宫女用竹签刺死了他,为了斩草除根。 事后,吕后又下令灭了韩信的父母,七三族,看到韩信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,萧和面露不忍,哭着说了一句话,我萧和杀韩信。 事为天下苍生。从此,成也萧和,败也萧和这句口头禅就流传了下来,据说,鬼谷子曾为韩信算命,说他本有七十三岁阳寿,可因他做错了事,自责寿命四十年,这才有了三十三岁时的杀身之祸,也就是说,韩信的死其实是自找的。 第一,越籍请封赵王。公元前204年,刘邦派韩信和张尔前去攻打赵国。 当时韩信手下只有三千多未经训练的新兵,而赵王歇则号称有二十万兵马,如果硬碰硬的话,韩信估计被砍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 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劣后,韩信决定将汉军背水列阵,并令掉两千名轻企,趁赵军追击之际,夺取赵军军营,并在军营内插满汉旗。 汉军被置于死地,人人拼死立战,不敢有片刻停歇,而赵军发现自己的军营内已插满汉旗,顿时军心大乱,斗志全无。 韩信城市指挥汉军前后夹击,赵军一败涂地,不仅大将备斩,连赵王歇也成了俘虏。 韩信以一招置之死地而后生,轻而易举灭了赵国。 打了胜仗,韩信首先不忘给领导报信,顺便提个小要求,封好搭档张尔为赵王。 当时,刘邦正在行阳,被项羽打得找不着北,借到韩信的捷报,刘邦的心情,怎么说呢,既怒又喜。 喜的是,汉军总算以少胜多,打了大胜仗,怒的是,你韩信算老几,封王这么大的事,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。 但生气归生气,刘邦想的想自己的处境,还是答应了韩信的要求,立张尔为赵王。 乃前使报汉,因请立张尔为赵王,以镇抚齐国,汉王许之,乃立张尔为赵王,使寂。 韩信达到了自己的目的,但他和刘邦的梁子就此算是结下了。 第二,私自撕毁其,汉蒙曰。 害死立一击,灭掉魏国,赵国后,韩信又奉命继续东进,灭掉了燕国,准备进攻齐国。 公元前203年,当韩信带领大军到达齐国边境后,才得知,刘邦已派遣亲信立一击,出使齐国,并成功说服了齐国归附。 韩信健壮,本想引兵而去,可他手下的一位谋士宽通,却建议韩信继续武力攻打齐国,否则会让人觉得,他堂堂一个将军还不如一个儒生的功劳大。 韩信觉得这话有理,便单方面撕毁了齐,汉之间的盟约,一支带兵打到齐国的都城林兹城下。 齐王把一枪怒火,全发泄到立施齐身上,下令将其烹杀。 韩信攻下齐国后,又立即给刘邦写了一封信,先是汇报战国,然后开始诉苦,说自己人微言轻,镇不住齐国人,最后很贴心地献上一记,大王不如封我为贾齐王,我好为您分忧。 刘邦看到信后,肺都要气炸了,你为令公旗,害死立即不说,还反过来邀功请赏。 张良,萧和见刘邦冻了怒,赶紧出面,劝他以大局为重,毕竟眼下能救他出行阳的也只有韩信了。 于是,韩信就接到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,大丈夫。 做什么假齐王?要做就做真齐王。 我为你建功立业,你分我土地,立我为王,这在韩信来说看,是天经地义。 可对身处困境中的刘邦来说,韩信此举就是赤裸裸的要挟。 第二,私自私毁齐,汉蒙曰,害死立即。 灭掉魏国,赵国后,韩信又奉命继续东晋,灭掉了燕国,准备进攻齐国。 公元前203年,当韩信带领大军到达齐国边境后,才得知,刘邦已派遣亲信立即出使齐国,并成功说服了齐国归附。 韩信健壮,本想引兵而去。 可他手下的一位谋士快通,却建议韩信继续武力攻打齐国,否则会让人觉得,他堂堂一个将军还不如一个儒生的功劳大。 韩信觉得这话有理,便单方面撕毁了齐。 汉之间的盟约,一直带兵打到齐国的都城林兹城下。 齐王把一枪怒火,全发泄到立即身上,下令将其烹杀。 韩信攻下齐国后,又立即给刘邦写了一封信,先是汇报战果,然后开始诉苦, 说自己人微言轻,镇不住齐国人,最后很贴心地献上一记,大王不如封我为贾齐王,我好为您分忧。 刘邦看到信后,肺都要气炸了,你为令公齐,害死立即不说。 还反过来邀功请赏。 张良,萧和见刘邦动了怒,赶紧出面,劝他以大局为重, 毕竟眼下能救他出行阳的也只有韩信了。 于是,韩信就接到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, 大丈夫做什么假齐王,要做就做真齐王。 我为你建功立业,你分我土地,立我为王, 这在韩信来说看,是天经地义。 可对身处困境中的刘邦来说,韩信此举就是赤裸裸的要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裸裸的要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